男子開口要錢要借九百元 接著主動要聯絡方式 還認真的輸入手機內 被借錢的先生拿了一千元給他 沒想到這時他還要多借 我剛剛給你借五百 五百 我怕不夠 最後這名自稱做粗工的男子 也留下手機號碼 還說下班就會還錢 我下班大概五點半 如果我來到這邊打給你 你可以過來跟我拿嗎 這裡喔 可以啊 男子潛意拿到 就說趕著去上工 匆匆離開 當天遇上借錢 男子的就是這位洪先生 他說一月十五號早上十點多 他騎腳踏車停等紅燈時 對方突然出現 說車子快了發不動要修車 但是錢不夠 打過去車廂說車子發不動 可不可以借機車 他要去左營的工地做出工這樣 那然後後來他講完電話 我原本就已經要走了 他說能不能借他九百塊 要修電品 洪先生看對方很誠懇又很急 就卸下了防備心 因為我身上沒有小鈔 我就給他兩千 沒想到對方事後就失聯 洪先生這才驚覺受騙了 到轄區派出所報案 透過報案人所提供之影片 並調閱相關資料後 已鎖定特定對象 事後洪先生也把過程PO網 希望不要再有人被騙 警方也呼籲年關將近詐騙多 民眾務必要謹慎小心 華視新聞邱君平榮浩北高雄報導 imtta imtta imtta